今天2023年3月16日 大律師公會將會下個月派出代表團訪問北京 這是公會五年以來首次再度正式訪問北京 公會過去每年都會有個訪經團 平時也會派員去到一些大學和法律系學生受課 過去不少巨民主派背景的一些前主席 包括梁家傑等也有跟中央主管港澳的官員所謂有計談 過了五年先有反修例風暴 大律師公會當時的修例對衝突對於其後的港區國安法的立場 受到官方和親中陣營的嚴厲批評加上新冠病毒疫情 工會訪經真的五年都停了 跟北京不僅沒有計談 親中一些鷹派的炮火也不斷升級 殺氣騰騰 有些說法甚至要求取消工會的一些法定地位 更加有大律師公會已經是徘徊在叛國邊緣 這些這麼恐怖的一些說法 去年一月在2021年一月當選主席的夏博爾一年任期就完了 通常都會爭取連任他就放棄 然後之後由國安處找他問話 然後就離開了香港 接任的是杜鑑坤接任之後 整個執委也換了很多人 沒有什麼特別有政治背景的一些委員 泛民的色彩就更乎零下 工會就港區國安法和一些法律議題的立場 也都轉趋溫和 有所謂釋出善意的味道 當時一般估計 工會和內地的關係和中央的關係複常 相信只是時間問題 人大政協兩會就三月頭結束了 這個月頭結束了 國家主席習近平管治也都進入第三個五年 十年之後 接著至少五年 大律師工會訪經 現在這段時間訪經 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政治全面恢復正常 相信仍然是遙不可及 但是中央有意恢復和香港各階層溝通對話 相信就是陸陸續續會有 這個總比就是採取了一種非有積敵的態度 那道鑑均接受南華早報專訪的時候 就說到他訪經期間 將會和中央反映一些 對香港國安法 基本法23條立法等的意見 也都會表達西方國家制裁的一些風險 為本港法律專業人士帶來的一些挑戰等等的議題 他又透露上個月曾經獲邀到深圳 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見面 當時見面的時候 他說他有提到 年輕的大律師關注到內地沒有大律師這種專業 擔心香港大律師將來會不會都沒有了這個行業 沒有了這個大律師的角色 夏寶龍就跟他保證 就說香港將會保持獨立的法律制度 而大律師是普通法制度的一個部分 沒有理由改變 夏寶龍就說 麻煩他跟年輕的大律師傳達這個信息 反收入風暴爆發至今都超過三年了 超過一萬人被捕 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創傷 社群撕裂 大律師公會都受到牽連 衝擊 不少人針對反收入風暴其實都有提出過 一直以來 近年當然就沒有了這些聲音 成立一個獨立調查或者檢討 這個是對社會和政府 政府和社會的大和解是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這個是可見的未來相信都不可能出現 政治上不可能出現 或者會 我想這一屆政府 或者甚至可見未來的政府 要搞什麼獨立調查我相信可能性都真是微乎其微 但是中央和港府至少應該盡早做的就是減少一些傷害 傷痛包括盡快處理一些大量仍然是調查中 所謂界定為調查中的一些案件 查了三年多仍然沒有結論 其實是不是應該早些畫上句號 令到這麼多年來飽受煎熬的一些當少人 當中不少是一些年輕人 可以重新開展他們的生活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 不是清一色 假如中央官員只是偏聽一種聲音的話 既不能夠掌握香港的全部 亦都令到社會更加分化更加極端化 間接亦都助長了一些極端的聲音 所謂沒有最左 只有更左 是過去一段期間 甚至現在香港的一個寫照 過去一段時間曾經換了人之前的大律師工會 針對他們的主席夏博爾等等的一些極左言論 是一個好的例子 很好的一個提醒就是要警惕一些極左的言論 極左的力量 避免他們為社會服償 製造一些更多的混亂和障礙 中央和大律師工會的關係就解凍 訪經是具有象徵的意義 但是是不是具有實質的意義 而並非最終是一些統戰鬚 這個其實就視乎雙方在想什麼 雙方的誠意是什麼 大律師工會願意或者希望訪經 是不是真的希望有什麼機會講真話 提出一些從法律的觀點 從他們專業的一些觀點 角度香港港區國安法一些條文 以及過去一段期間以來實施的情況 所出現的一些問題 法律界的一些關注 接下來的基本法23條立法 應該要怎樣處理 採取的是一個巨犀無遺 要是最大程度的立法 還是夠就已經夠的一些立法 分別是會很大 是不是會無所畏懼 不會自我審查 自我設定很多的一些禁區 有些東西不好意思說 不方便說 不想說就不說 是要說一些真正 實際上需要說的東西 不是只是說中央高興 想聽到的一些說話 而反過來 中央政府也都真的願意聽反調 不同的聲音 至少先放開既定的立場 考慮不同的意見 這些對話才有意思 創造更多的條件 令到社會真正恢復正常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 拜拜